還有來看到昨天初五這個副總統賴清德到高雄來拜廟 不少民眾大排長龍等著要領福袋展現高人氣 而520將上任的賴政府內閣人士安排也受到了關注 包含了行政院的副院長鄭文燦 前主席卓榮泰 還有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等人都被點名是潛在的新隔魁人選 一身深色西裝搭配招牌子領帶 副總統賴清德大年初五走春前進南台灣 發福袋的手停不下來 宮廟外頭長長人龍也免好幾公尺 全都搶著沾服器 高雄天氣艷揚高照賴清德也感受到滿滿熱情 農曆春節年假期間 賴清德從北到南跑透透 天天行程滿檔 但再怎麼忙也得著手準備 未來內閣人士徵詢作業 被點名出任新隔魁的 包括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中生代大師兄卓榮泰 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 清平臺董事長鄭立軍 還有馬英九時代當過國科會主委 背景相對中性的中研院院士朱靖怡 畢竟新國會嘲笑也大 這任行政院長也難做 畢業內部討論三方向 一是啟用溫和隔魁搭配溫和隔圓 盡可能被在野黨接受避免太快折損 第二是該人選得懂得 與關鍵少數的民眾黨溝通 另一派意見則主張 選擇政黨色彩農後者 直接跟藍白戰鬥 不管是院長或者是部長 溝通協調的能力會變得非常重要 能夠說服三黨最理想 在一動政務當中 能夠向不同政黨的國會議員做良好的溝通 以及向台灣社會做充分的說明 內閣人事佈局該怎麼安排 考驗準總統智慧 這也是我們報道